Lin 他就是講Romea and Juliet 大概像Romea and Juliet 那樣的故事 用乐器表演 对 但是没有台词 也没有唱歌 大家都是有day time job 但是都是晚上的时候 10点开始排 排到12点 真的是纽约特色 我每次都是day time job 完了之后跑过去排练 到12点 半夜回到家 一两点回到家 然后睡一觉 然后再开始白天上班 就这样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其实当时有犹豫要不要来 比如说之前来过美国的 或者他们可能在美国 哪怕纽约这样的地方 待过几个月 说你要是去纽约 别说就上百老汇 简直就太难了 你要是就是 作为华人来说 能演个 bbbbbb 就不错了 然后当时我其实 听了挺灰心的 但是 但是每次我都会想 我都综合衡量 这些跟我说这个的人的情况 我就觉得 有些事情我觉得 你自己不尝试 就 你也不知道 而且 这东西就是 不是说别人说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然后 那 那你可能就跟他们一样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 经济真的压力很大 就是 走路演员说你要audition 你还想接戏 我自己真的很难找到一个 time 就是非常flexible的一个工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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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 在中国当演员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去 serving过别人 我从来没有当过salesperson 没卖过东西 现在就是 各大 著名品牌 然后都学了一遍 啊 啊 啊 所以就是我觉得 人生经历很丰富 以前可能会觉得 我这些东西电影里面 没有觉得自己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但现在是觉得 自己是真实的在体验这样的生活 其实还挺不一样的